您好,我是老春 现在我讲这个树叶的加叶法和点叶法 这个画树呢,前面我们介绍了有双钩法和墨谷法 这个树叶呢,它也分这个加叶法 其实加叶法呢,也叫双钩法 加叶法和点叶法,这个点叶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墨谷法 我现在先演示这个加叶 我现在画一些这个,用这个双钩法呢,现在画这个一些树叶 为什么先画这树叶呢,因为这个有一部分树枝呢,被这个树叶遮挡 因为我们画的时候呢,这一棵树上呢 总要有一些这个树枝呢,是被树叶遮挡的部分 这个树枝呢,不可能完全暴露在外 因为它这个,它树有四枝,四面都有这个树枝 树叶也是一样,它也是围绕在树枝这个周围 它不可能这个树叶都分布在树枝的两侧 因为它这个前后呢,都要有 所以有一部分被遮挡 这树叶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主要是,这个树叶的大小 应该呢,基本上差不太多 基本是平均的 不要忽大忽小,那个就不好看了 另外这树叶呢,这分布不能太平均 有的地儿多,有的地儿少 这个最主要的是,还是这个树的这个形态 这个外形 这个树呢,千万不要一花树叶了 最后把这个树呢,画成一个大圆球 那个是最不好看了 另外呢,这个树枝呢 现在从这平面上来看呢 左右,这个树枝,这个树叶的树密 不要均等 左边三个枝,右边三个枝 这样都不好 或者左边多一些,右边少一些 或者说,右边多一些,左边少一些 这样就会看了 比较来看了 这里,这家图的树叶 就像这个树叶 这里 这个树叶 就是这家图里的树叶 就是这家图里的树叶 冬生 我们再次撑 Vert叶 这树干的地方呢 可以给它稍微蹲一下 那么这个加液法呢 就先画在这 下面我在这边呢 画这个点液法 先画这个树枝 刚才前面介绍过 这画树呢 一般来说上边细 下边呢逐渐让它粗一些 不要画成这个 很平均上下一边粗 那就很难看啊 也显得树呢 没有力度 底下呢逐渐的 也不要突然就特别粗了 我在我们这个 培训班里边发现 学员画的一些树呢 上面很细 下边那个主干的非常粗 这个就比例就不协调了 这个就要让它逐渐 往下一点一点粗下来 就要上下这个 这个符合它这个 这个比例 这个点液法呢 画枝呢不要太多 把这树干呢 也进行整理一下 有的地方村一下 有些地方呢 这个墨头不够了 给它加重一点 因为越到底呢 树干呢 越需要有这一种力量 我现在开始点 这个点呢 也跟刚才说的似的 这个点呢 也应该差不多 平均的大 不要有大有小 忽大忽小 另外要注意这点呢 它这个 也是疏密的一种关系 传三巨五 点点呢 也一定要注意 浓淡都要有 不要都点成一种摸索 可以先淡后浓 也可以先浓后淡 那我习惯用这个 先浓后淡的办法 因为一开始 这个笔里边呢 它有一些水分 还有一些淡末 在浓末开始点呢 点点点 越往后的越淡 越往后越淡 这样呢 从树梢上 从最上面开始点 点点点 逐渐就开始淡了 就可以往下 或者说 在这个浓墨周围 再点一些淡墨 这个笔呢 就很自然的过渡 这树印呢 包括加液法 和这个点液法 它有很多很多 这个品种 画的方法 后面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介绍 我现在演示呢 只是 这个两种 最常见的两种树印 这个也要注意 这个树的外形呢 都要点成 那个圆圆的一个大球 那就非常难看 这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加液法呢 和点液法 我就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